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今天来说说一个患癌的老人,从患癌到癌细胞奇迹消失的故事。 这个老奶奶在我们村子里是个名人,不仅因为她张口就骂得坏脾气,还因为她是一个癌症患者。 具体的事情应该追溯到十几年前了,当时老奶奶才六十岁,据说有一天胸口疼痛难忍,去医院检查确诊乳腺癌。 医生及时地动刀,切除了左胸部,从此老奶奶只剩下一个胸部了,又经过几个月的化疗,总算是回到家里。 老奶奶到了家整天的哭,因为医生告诉她,最多只能活两个月,她非常的痛心,本来还想看着孙子出生。 这下可好了,将会不久于人世。 自从患病后,老奶奶的性格大变,以前她是一个内向甚至是有些害羞的人,得了病以后变得十分自我。 谁敢惹她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 当年她的丈夫总是家暴,可自从她患癌后,家暴地变成了她。 有好几次村里人都看见她拎着菜刀红着眼,满大街地追她丈夫看。 最后把丈夫逼得躲进了村长家,谁都没发劝。 毕竟不能跟一个癌症病人较劲,村长只能或稀泥,让丈夫认了错,她总算是放下了刀。 而且她开始清算,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。 以前村里赵家兄弟俩占了他们家的地,老奶奶以前一直是忍气吞声的。 这下可不惯着,整天拿把刀坐在赵家兄弟家门口磨刀。 白天黑夜的磨,要说为什么不砍人,主要是因为儿子是在单位工作的。 传出去影响不好,也只有儿子,才是老奶奶唯一想保护的人。 老奶奶在门口磨刀,赵家兄弟连出门都不敢。 只要一看见他们出来,老奶奶就怒目而视,发红的眼镜上,戴着一丝凌厉,说是直射心灵都不畏过。 很快,赵家兄弟害怕了,找村长把地还给了人家,再也不敢惹老奶奶。 这件事一出,村里跟老奶奶有过节的人全都来赔罪,欠钱的还钱,占地的还地。 有的占了人家的小便宜,也赶紧送了礼品过来,担心老奶奶来自己家门口里磨刀。 后来村里人都盼着老奶奶赶紧重病,最好是病在床上不能动,这样才不至于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 但是与愿为,老奶奶的身体和精神随着反而越来越好,人也开心多了,见谁都笑呵呵的。 村里也不敢惹,她不闹事就行,也跟着笑。 就这么平安过了几年,老奶奶活得好好的,啥事都没有,反倒是她丈夫得了心脏病去世了。 这是一时被传为笑谈,但毕竟还没到医生说的五年期限,许多人也都是目以待。 自从丈夫去世,老奶奶又变了一点习惯,人们发现她不吃肉了,之前她可是无肉不欢,大肘子,猪头肉,香肠,吃得满嘴流油,确诊癌症后又狂吃肉一段时间,现在确实一点肉都不吃。 有的人说是老奶奶有了信仰,所以不吃肉,但实际上她家里并未供奉什么。 只是出去吃席的时候,人家都抢肉吃,她就吃点炒青菜,最多来点几点,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。 很快,和老奶奶一辈的人都去世了,赵家兄弟也只剩下了弟弟,就连当初给老奶奶确诊活不过两个月的医生都去世了。 这成了老奶奶的一个骄傲,她逢人就说这个事情,现在老奶奶的身体还是很健康,跟常人无异。 令人惊奇的是,癌细胞似乎被抑制住了,也消失了,没有再扩散。 以前儿子还会带着老奶奶去医院检查,后面索性就不去了,因为老奶奶说去了耽误做农活,而且去一次就难受一次,还不如不去。 不检查什么病都没有,县里面电视台的有一次还专门来采访老奶奶,拍摄老奶奶的一天,最后拍成了个纪录片,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。 记得那个纪录片,最后好像有专家点评,说为什么老奶奶能活这么久。 第一个就是她的心情舒畅,这个是最重要的。 因为她之前处处逆来瘦瘦,心情不佳,心理的状态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 这个叫躯体化,以至于后面得了癌症,后来响开了,左右活不过几年,索性活得潇洒自在,心情放开了,心里就舒坦了。 身体的躯体化也变得正向而积极,自然就把癌细胞抑制住。 第二个就是吃素,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 因为之前老奶奶频繁吃肉,体液偏酸性,很适合癌细胞的扩散。 现在老奶奶只吃素,体液开始变得偏碱性,人体大环境就已经不再适合癌细胞扩散。 奶奶说,她每天榨三杯胡萝卜之喝,有研究发现,胡萝卜中含有较丰富的叶酸,为一种B族维生素,也具有抗癌作用。 胡萝卜中的木质素,也有提高机体抗癌的免疫力和间接杀面癌细胞的功能。 日本学者最新研究发现,如果给肝癌患者补充适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后,成告知的癌变细胞会有所下降。 胡萝卜不仅在日本被视为蔬菜之王,美国人也认为它是蔬菜中的健康使者。 美国科学家经过二九年多的观察后发现,经常吃含有胡萝卜素食物的人,得肺癌的机会将减少40%。 据介绍,胡萝卜的奇妙功效在于当贝塔胡萝卜素进入人体消化道后,能增强人体的抗癌能力。 这是因为经过消化的胡萝卜,可转化为维生素A,而维生素A不仅对眼镜和皮肤有保健功能。 净研究发现,维生素A对胃癌、膀胱癌、结肠癌、乳腺癌等均有明显抑制作用。 而且,胡萝卜素还含有维生素C和木质素等多种成分,同样具有抗癌功效。 专家介绍,癌症患者在接受放疗和化疗时,贝塔胡萝卜素能降低其毒副反应。 放疗能诱发产生氧自由基,而细胞微粒体膜完整性能阻止氧自由基产生。 贝塔胡萝卜素能维护微粒体膜完整。 化疗药物在杀面癌细胞同时,可使正常细胞质突变。 而胡萝卜素有抗突变作用,从而减少其毒副反应。 感谢您观看今天分享到这边。 喜欢这个视频,可以点赞收藏,可以订阅我的频道,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